恭请动土,请用第一产 开地平安,工程圆满 工程圆满 中央起上沉台南七国的雷达沉 新沉通过了环平 7月24日,每个市场北通交通部长林家隆 整容到七国严调团的海底主席新起上沉的党头电影 林家隆部长表示,这个开了2亿2千万的新起上雷达沉 未来将达成为七国的新代表 不只是作为气象的关切 当时固有着风球载的功能 正改变了民众在电视波影响健康和生态保育的移路 那么在台湾的10个气象站里面 我刚刚看起来,我看这个站是最有特色,最漂亮 结合我们在地,大家关心的黑面皮鹿的保育 还有我们七股岩田,我们的岩山 能够把它融入设计,成为新的地标 以后也会变成观光景点 我们以2亿2千万元要来打造这个新地标 这个气象站 那么也要非常感谢我们黄市长 大家听取地方的意见 把176号道路连同我们气象站的这一个地方拓宽 本市长来指出,这项建设除了顺应民业之外 新的雷达沉也减固到保护人民生命的秩序 政策在兼项天气自顺电工领 它的外观造成竞争的外民老婆的特色 将成为七国的新地标 今天很高兴这个争议许久的七股雷达气象站 终于在中央跟地方协力的支持中 能够完成迁移的这个程序 然后今天在新的地方开始动口 我们觉得其实人民的生命财产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需要雷达站 但是雷达站的设立不能够在社区有疑虑的情形下存在 所以既然社区有疑虑 所以中央也就顺应民意来从善如流 在这个地方新设了一个雷达站 那我们觉得新的雷达站除了具有 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能够精确掌握天后资讯的这个功能之外 也兼具了发展观光 尤其它的外形跟它的所在地 事实上是非常适宜发展观光 所以它的造型也就融入了这个黑面皮革的特色 中央起上局入天工局中来支出 久的起上站已经有十八年 正是二期设备需要精神的事件 感谢到中央和地方协力 找到合适的地点设立新站 新的检计有限会在1999年里 完工夾用 那我们预计在109年左右 年底就会完工期入 那旧的站坊那一部分 我们就会不再继续演练 所有的影运都搬到新的机房 连达站站不站 站 部长站不站 站 照片 检设其作者 中央和地方 他们恐慌 好 Survey